女郎山有一座战国墓,为甲字形树形土坑墓果训人墓。 整个大墓口长13.58米,宽12.15米。 果是位于墓室中央。 四周有宽大的生土二层台。 墓主用双国衣冠。 外果盖板上面,买有一个被肢解的训人。 果外填充鹅卵石。 在大墓的观和果之间,隋藏有大批的青铜礼器和兵器。 那么,这座墓的墓主人到底是谁呢? 隋唐以前极无定论。 都知道,春秋战国时期各方势力割据。 名将如过江之际般涌现在中原。 这里,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名将外, 还有一位千年不遇的名将,曾活跃于中原大地上。 他就是齐国将军。 匡章。 匡章之所以能够在寻雄并起的时代展露头角, 还得益于齐威王之人善用之能。 经过商鞅变法后, 秦国国力暴涨。 引有成为霸主之士。 秦惠文王秉政时期, 曾向齐国发动猛攻。 匡章被任命为大将军。 在这场战争中,匡章将秦军击败。 这也是秦军迎来变法强国后的首次战败。 战国策记载, 惨败而归的秦王派出使者。 向齐威王求和。 在谈判中自称西藩之臣。 能够让如日中天的秦国识别。 可见, 匡章的实力不同凡响。 秦先王继位后, 燕国发生动乱。 匡章趁积绿军入侵燕国。 仅用了五十天的时间, 便攻陷了燕国的首都。 将燕国推向负面的边缘。 由于, 匡章治军不当。 齐军在战胜后奸引掳掠。 使原本欢迎齐军的燕国老百姓们, 怨声在道。 将匡章的部队视作大敌。 再加上, 其他国家的干涉。 匡章最终不得不撤出燕国。 可以说, 这场战争也掀起了战国时代, 一个强国侵略另一个强国的开端。 虽然, 匡章的军队缺乏纪律, 使齐国并未在这场战争中讨到便宜。 反而与燕国结下血海深仇, 为将来发生的五国伐旗埋下伏笔。 但是, 匡章的军事才能是不可否认的。 能在五十天内攻略大国的匡章, 不可能是等贤之辈。 齐先王十九年, 齐寒为三国联军进攻楚国, 楚江唐妹在这场战争中被杀。 楚军死亡两万人, 三国联军攻占楚国大量土地。 楚国只能将太子恒作为人质送去齐国, 与齐国和谈。 经此一役。 楚国已不负当年霸主之势, 国力急剧衰减。 多年后, 白齐能在楚国所向披靡。 正是因为楚国在齐、 韩、 为三国的联合讨伐下国力大衰。 公元前二百九十八年, 孟长军出使秦国受到软禁。 幸亏, 孟长门下齐人议事被出, 各方明示献祭献策。 最终, 盗取秦王宫中白胡球, 送给昭王的媚妾。 这名媚妾向秦昭王吹枕边风, 孟长军得以脱身。 待孟长军来到韩谷关时, 秦昭昭王反悔下令抓捕孟长军。 此时, 孟长军的另一名门客发挥作用。 靠学机叫骗手, 将开启城门。 孟长军得以回大祖国。 死里逃生的孟长军, 与秦国结了梁子。 远走韩, 未游说。 最终, 与两国合纵伐秦。 在这场长达三年的战争中, 邝章率领三国将士, 经无数场血战攻陷寒谷关。 寒谷关被破后, 秦国无异于门户大开。 深入秦国腹地的三国联军堪称畅行无阻, 秦军根本无险可守。 秦昭昌王眼见秦国陷入危局, 不得不再次向秦国启和。 割让了大片土地, 才化解了这场纷争。 东周大臣韩庆为防止秦国被三国瓜分。 对孟长军动之以秦小之以理, 利用齐、韩、 为三国之间本不牢固的同盟关系, 成功说服孟长军, 使齐国打消灭掉秦国的念头。 这场战争结束后, 秦国将原本属于韩, 为两国的土地逐一归还。 这场战役对秦国造成毁灭性打击。 战争结束后秦人退守关中, 秦国国力也回归到了春秋时代, 作为造成这一结果的罪魁祸首。 秦国丞相楼缓背免职, 为软取而代之。 从秦国割让的地盘来看, 可以看出, 秦人已被打回黄河以西, 商鞅一生的努力。 就这样化为乌有, 这场战争也给秦昭相亡的人生, 蒙上无法磨灭的耻辱烙印。 但是, 作为这场战争最大的获益者, 匡张走上人生巅峰, 韩谷观战役, 成为匡张人生中最大的荣耀。 可以说, 自匡张之后, 在无人撼动秦国的韩谷观之后, 不论天纵奇才的信仁君, 还是赵国墨西老将旁暖, 都未能重演匡张攻破韩谷观的奇迹。 这期间, 旁暖虽深入秦国腹地, 但是, 采取的却是绕过韩谷观的战术, 并未直接进攻韩谷观, 并且, 韩谷观一寨, 也为后世留下一个不解之谜。 匡张在公元前296年深入秦国, 这一时间, 秦国大将白起, 为何没有出现在战场上呢? 史迹记载, 秦昭王十三年时, 白起成为左树长, 与匡张攻破韩谷观相差两年。 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, 匡张带领三国联军进攻韩谷, 官时白起也在秦军中, 白起总不可能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, 升迁为左树长。 既然, 白起此时已出世, 那么, 在秦国面临覆灭之际, 为何没能站出来拯救秦军呢? 还是因为匡张来世太凶, 还是此时的白起未逼权清呢? 我们无法在历史资料中找到答案。 最后, 关于匡张墓, 1990年, 考古人员从女郎山战国墓葬的形制特点, 即随葬器、 官果、 列顶和乐器等方面。 最终确定, 该墓就是战国时代匡张的墓。 参考资料, 战国测验测一, 战国测勤测四, 女郎山匡张墓。 兵下榜梵 BEC 词 编